看一下範例十二 它說直角三角形A B C 糊塗給你 它說D在BG上面 那D等你把關鍵線圈起來 因為我講直角 所以這裡會個90度 會個90度要記下來 然後呢D在BG上面 然後呢這個它是角平分線 所以這裡做記下來兩個圈圈 以致AB等於SIM BD等於2 要你求這個AC多少 好那這個題目怎麼算 這個題目 呃 呃 第一個 我們先把AD先找一下 反正先找出我知道的嘛對不對 這裡2這裡3跟AD呢 是不是可以利用B式例比對不對 2的平方加3的平方 所以應該等於根號13吧 對不對 好 我知道這東西要我可以看嗎 你知道嗎 我先告訴你 我要的東西是什麼好不好 我假設啦 這個角是θ 所以這裡 是不是也是θ 然後呢你看這邊 這個AC不是我要的答案嗎 那我講一下它是x好了 這段是x 好 你猜 因為我現在告訴你怎麼去想到這個題目怎麼算嘛 x是我要的結果對不對 那我講過一件事情 我說三角函數的話 我希望是把以致放在哪裡 放在分子 放在分子 以致的 呃 講錯了 未致的 要求的就放在分子 然後以致的沒有錯 以致放在分子 會這寫3 因為這裡面 唯一跟x上關係的三角 那個三角形的邊長就是這個3 你這個2跟這個x 沒有什麼關聯系嘛 對不對 直接有關聯系 應該是x跟3的關係對不對 好所以請問你3分之x的話 對這個θ而言 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相當於0編分之斜編 那請問你0編分之斜編是什麼 或是cosect吧 cosect應該是對編分之0 對編分之斜編 這個是0分之斜 這個在哪裡什麼 cosect吧 對不對 然後cosect多少 因為這裡ceta這裡ceta 所以應該是cosect 2c 對不對 那當然對你的也可能覺得 蛤老師我沒有背過那個cosect和2ceta 但是我背過另外一個東西吧 導數 他跟誰是導數的關係 cosect跟cos 所以相當於cos2ceta分之1 這樣會吧 所以這個先把法羅的 可以啦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開始看 cos2ceta到底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cos2ceta是多少 對於cos2ceta而言 它是相當於斜編分之0 所以應該等於 它應該等於 功耗13分之3 對不對 啊然後 塞希塔呢 塞希塔應該不用當了 因為cos2ceta可怎麼算 cos2ceta cos2ceta cos2ceta是不是可以寫成 兩倍的 2倍的cos2ceta減1 對不對 啊當然如果你不會 你有什麼cos2ceta減1 也可以啦 隨便你 那我就用公式用 2倍的cos2ceta減1 這樣會啦 所以等於 2倍的 十三分之9 解1 所以等於 十三分之9 所以等於 十三分之9 解1 十三分之5 來馬上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 教你的嘛 合理嗎 合理 你每次寫著答案 你來問這件事情 答案合不合理 合理啊 為什麼 因為cos2ceta cos1 怎麼算都已經介於0到1 之間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超過了1 或者是負責的時候 你就想清楚說 可不可行 啊因為十三分之5 十三分之5 是ok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cos2ceta減1 所以 答案這個可以這樣算 就等於 三分之x等於 十三分之5分之1 對不對 然後你交叉相乘 所以就變成了 十三分之5x等於3 所以x數完了 x等於多少 x的話 就等於 五分之 是 39 對不對 也是一樣 合理嗎 合理啊 因為這裡是3嘛 這個比3大很多 是ok的嘛 對不對 前面比3大很多 是正常的 所以這個大概大 大概是7左右 7到8那邊 所以它是 五分之39 好 這裡看一下 好 好了 再去接下 再按 幾分之1 感谢观看